我现在来到了凤凰路的智魔帘模特装备 这个地方咱济南市区有9家连锁 咱进去看看哪一些更合适 你比如说头盔 骑行服 手套 现在这个仿赛比较火 如果说我买了一个仿赛相应的推荐一块 一般他们直接搭配的 这就是搭配了一个AVA系列的了 它这一款属于是碳纤维的 你像赛600的车主一般搭配这个头盔的偏多一些 然后现在再搭配这款头盔的比较偏多一些 2699一共是三个版花 一个是亮面的 一个是压光的 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 比较是分女孩 这么轻这个 这个多沉 1350 特别特别沉 因为我就带了一款这个头盔 当然这个价格2699 有没有便宜点的 便宜点的是吧 便宜点也有 你看这属于是这边也是AVA系列的 就是J318系列 你看这个头盔它都属于版本很多的 这个是999起的 然后它厂家也做了一个大幅度的调整 赠送镜片加大的尾翼 像这个 像镜片我们都没有 因为毕竟镜片的容易刮花嘛 我们就没有那啥 可以看一下这个 就是赠送镜片加大尾翼 整体做了一个调整 这个属于是999的 帅是挺帅 有没有那种比较我这种 适合我这种大头福音的 大头啊 大头的话 你看这边一系列的 这个属于是街面亏 这边一系列的都属于是 拓客系列的 有街面亏 还有全亏 这个最大的是四叉 嗯 这个板花也倒不错的 嗯 对 多少钱 五百来块钱 对 五百来块钱 相价比相当相当高的 其实我觉得这夏天带 见面可以挺好的 也可以当这个四分之三可以用 然后放下来也可以 唯一缺点就是有点沉 稍微沉一点 对 那骑行服呢 骑行服我看你家 这是好多拓驰的 嗯 拓驰系列的 拓驰系列的属于是国潮骑行服嘛 它做的也是偏就是年轻化一些 更适合现在的一个骑士 我看你穿的不就是拓驰的吗 我这去年美的 不是你家的 我拓驰的衣服卖的相当相当的好的 现在好多人喜欢玩那种 那种偏向于复古的车型 比如说什么闪三百啊 那种闪五百的 它们那种搭配哪一种骑行服 我看一些的 你还别说 我昨天刚搭配了两款 一款是这个 嗯 就是一款是中档的吧 我们做了一个搭配 也是拓驰的 忍者的上衣 加上一个拓驰的裤子 这一套下来 也就是小两千块 一千多块钱 因为这个头盔啊 原价就是比较贵的 我们现在也是在做一个活动 毕竟说没有开业嘛 然后做一个活动 现在都是一千二 原价是两千三百八的 这是多少钱 这一身下来是 应该是在两千环节左右 两千一里 拓驰这个骑行服 几件护具 它都有什么标准吗 几件的 一个 它的护具是肩 肘 背 都有的 背部我没有加 因为它这个护具都是新的 都是密封袋的 所以说没有加上 其实我觉得这夏天骑行啊 大家不要忽略了手套的作用 来 给我推荐 推荐手套呗 手套 也是要经济实惠的 经济实惠的 好 因为现在夏季了嘛 夏季的话 网眼就比较偏多一些 你像我这些手套里面 基本上都是纯夏季戴的 你像这款手套 性价比很高的 198 还有这一款 168的 SBK的手套 像这款手套 说实话真的 戴着都特别的好 出品功能也都是比较好一点的 你像它贵一点的手套了 无非就是这个全牛皮的 然后这种手套就稍微贵一点 这是380的 咱们还有女士专带的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替我的那些粉丝 问一个问题 来了替我打折不 打折 绝对打折 大哥介绍的人肯定可以打折 好嘞 这个地方是在哪 凤凰路的BK2的智魔帘 这里应该算是山东的一个总店 很多的代理品牌都在这里 都是啥代理品牌 你像代理的品牌高端一点的 从头盔就是苏米的 进口的意大利的一个头盔 然后还有那个AVA 还有那个Makana SBK TCX 还有那个KYT 然后包括拓驰 然后拓克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